郭信乡北港村长北路是当地重要的农产运输道路 由于路面年久失修出现严重破损 加上转弯处坡度陡峭 每逢大雨就会严重积水 当地居民向县府反应陈情请求改善 南投县长许淑华带领县府公务处团队进行会刊 并在施工前举办说明会听取民众的需求和意见 以改善道路的排水和交通安全问题 那我们初期会先做第一期的工程把它做好 那将来我们是整体的状况 如果还需要再做的排水的系统 如果没有办法透过设计来改善的话 或者是路面我们还有在 接下来还有需要再来加强的 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做 最重要的是保持让我们的农民比较处理的安全 当然我们旁边看到很多台电的相关的发电的基础建设 都在我们这边 那相信也希望说能够 是不是有能够得到适当的这个地方的一些的回馈机 或者是回馈的方案 那这个我们也会请这个村长这边跟公所来提出来 我们县政府也会来协助 那希望呢每一个中央政府也好 在我们地方这些建设 也会带给我们的乡亲感受到 对到我们地方的回馈 还有抱抱我们的关怀之意 那基础的建设我们会持续的来做 那希望让我们的乡亲朋友 有更安全的农民的这个产业道路可以使用 为了改善农路交通安全 以及每逢大雨就容易积水的问题 南投县长许淑华率领县府公务处团队前往会刊 并在施工之前举办说明会听取地方需求 经过村长 乡亲代表陈勤反应之后 南投县长许淑华答应编列百余万的经费 优先改善路面铺设 还有路基不稳固的问题 今天很感谢我们的管长 和我们的乡长 我们的林荒宜议员 还有我们邱邱荣代表 来这关心百安家的产业道路 我们这条路 以前是一个垃圾埋埋埋埋埋埋 现在已经没做了 路的都有失修 这里这里的传民都出业很不便 今天很感谢 这里的长官来提示 我们百安家传民的心声 来了解 今天就很感谢 谢谢 除了路面以及路基的改善工程之外 施工单位了解地方需求 将分歧改善排水不良的问题 北港村长北路改善工程 经过充分的沟通 大家达成共识 期待工程顺利完成 记者黄宗宁 郭信香采访报道